大家好,我是月翰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在准备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会去问一下这个行业的前辈 关于这点呢,家里很多老人也会说 若要好,问三老 这句话最早是作为古代的相关之名 这里说的三老呢 并不是我们通俗易懂的三位老人 而是一位老人 那这个老人呢,代指的就是 德高望重的引路人 三老的职位呢,最早开始于战国时期 因为那个时候社会动荡 没有这样一个职位 所以说要设这样一个职位 给百姓解答一些疑难杂事 毕竟相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 老人的社会经验 我们知道还是比较丰富的 那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个 历史上的三老 它就是班超 班超呢,是史学家 班彪的儿子 从小呢,班超都是波澜群书 志向远大 后来呢,他投笔从容 希望自己能够像张谦一样 见功惜玉 那事实证明 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 在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当中 他不光保证了百姓的安居乐业 还加强了两族之间的一些联系 后来年龄到了 朝廷允许他告老还乡 有个年轻人叫做任上 接替了他的工作 刚上岗的时候呢 去拜访了班超 向他就是问一些关于治理 西域的一些经验吧 班超呢,就对他说 处理两族的事情 不能靠武力解决 水智轻则无鱼 做政治也要这样 不能过于苛责 在推行一些改革的时候 一定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这个年轻人听完这个建议之后 非常的不服气 觉得班超是一个不刚的人 上任的时候呢 也没有听班超的意见 做事情呢,是横冲直撞 挑起了很多战争 最后呢,百姓是民不聊生 等到自己落荒而逃的时候 才反应过来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其实 在现实生活中呢 像故事当中的年轻人有很多 现在的叫法是 愣头青 出生牛犊不怕虎 总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去做 那最后碰壁的时候 才会想起来 去请教老人 但是我们想 如果一开始 你就去请教前辈的话 是不是会少走很多弯路呢 所以说 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走弯路上 我觉得还不如去请教别人 出错再改 也比走错路要强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无论拥有多少智慧 人生都需要指明灯 若要好问三老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听一些前辈的意见 这个呢 将会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非常棒的指明灯 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言以为解 好了 今天的分享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